我们一直都以为女生是需要哄的 其实男生也同样需要哄 哄这个字并不单单只属于女生 学会哄一个男生对你们的感情也是非常有利的 一 懂得给男生应有的面子 男生普遍都很要面子 尤其是外面人在场的时候 他们格外注意这些 在家里或者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他都可以听你的 但是在外面应该有的面子 你就要给他 估计男友面子不仅仅是因为他 对你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总不希望别人说 你跟了一个没有男子气概的人在一起吧 啊 做错事情勇于承认 虽说两个人闹别扭以后 大多都是男生主动说何道歉 但是要是遇到一些真正实质性问题 你也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两个人可以相互检讨 共同进步 如果是你的错 更要表明你的态度 争取对方原谅 三 适当撒娇 女生适当的撒娇会引起男生的保护欲望 是调节两人感情的必需品 但凡是都应该过量 若持续的撒娇就会引起对方的厌烦 但是那种从来不撒娇的女生会缺乏女人味 四 肢体安慰 情侣之间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肢体接触 比如拥抱呀牵手啊或者是亲吻 这些都是可以的 当另一半受挫的时候难过的时候 你可以给她一个非常温暖的拥抱 这时候你们的感情会升华到一个你想不到的点 五 语言之词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女人遇到伤心的事 大多会哭出来表现出来 但是男人大多都是忍耐的 这就看你自己感受对方心情 当他受挫时 你可以多写语言之词给他以力量 真正爱一个人这些都懂得 因为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整个心都在他身上 不会因为他是男生 就认为他不需要这些 就放在这里 感谢